大家好,我是小薛 车已经给我姐买完了 已经给她过完户了 然后这两天呢,我也是 没事就给她收拾收拾 修修车 换个电瓶,然后加了一个 倒车影像 还给她 订了脚垫,还有做套 一会儿给她铺上 好多朋友说 车不要买手的 或者是嫌这个车小什么的 但是我感觉呢 我姐一个女的开还挺合适的 因为 买大的她本来开车技术 也潮 小车还是好停车吧 如果就是说 再过个两三年她是想换的话 这个车在她手里也赔不了多少钱 就算她要是以后不想换 这车再开个十年八年 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肯定是能开十年八年的 所以我感觉还是挺合适的 也是托朋友做的那个脚垫 还有坐套已经 到货了,这几天呢 抽点时间就给她收拾收拾 现在去给她铺上 铺上之后看看效果 这是给她定住的脚垫 还有一个坐套 然后给她加重了一个倒车影像 倒车的时候能看见后面 到时候开的停车什么的也方便 人家原车司机 这些座椅都是也没有套坐套 不过保持的还是挺干净 包括脚垫 脚垫也没有 都是原车的布置的脚垫 所以我给她弄一套大包围脚垫 然后套一套坐套 把脚垫已经铺上了 坐套套了一个 看一下效果 还算能接受吧 其实这种布座椅的 不套坐套是最舒服的 但是老家有孩子 不套的话 要是脏了就不好清洗了 套完之后最起码就是好打理吧 正好这中间夏天了 弄的是那个带冰丝的 不是很热 效果还可以啊 等次马上就上来了 现在接着给她弄套完了 倒车眼前还是挺清楚 改了大屏 到时候她听个音乐 然后导航了什么的 都可以用车上导航了 用手机了 配了一个钥匙科 保护这点钥匙 在村里难免会磕磕碰碰的吧 也挺好看啊 然后 等明天吧 有时间再把车漆 给她打打蜡 反正漆面现在是挺好的 都是给她打个蜡 看着更亮了 再好好吸引车 把车外面里面都清洗得干干净净 就等她过来开车了 都给她收拾 车也是给我姐收拾的差不多了 买完车之后啊 有些小毛病 我尽我能力吧 能给她 十度的给她十度好了 当时可能是我感觉电瓶不太好了 就给她换换新电瓶 万一在老家坏路上了可就麻烦了 然后弄个桌套 然后脚垫 给她加一个倒车养相 也没别的事啊 做个保养 该弄的都弄的差不多了 就等她来了 到时候再给她 把车里外都给她洗洗洗干净一点 看着新吗 打打辣 这些东西都是我能给她办的 给她办利索了 都送她 尽我最大能力吧 争取给她收拾的 哩哩唆唆的 人工姐开回家之后啊 没有后顾之忧 最起码短时间内啊 这车除了保养 没有什么可维修的 可担心的 想跑长途 想去外地啊 随便开 好多朋友啊 都说这车有点贵啊 但是自己感觉吧 只要自己喜欢 没有贵贱之分啊 我自己感觉挺合适的 因为这车就是特别的保值 当就算在我姐手里再开几年 再卖的话 基本上不会赔太多钱 所以居家 女司机开是最合适的 就等我姐有空来北京吧 这几天没事的时候 我看能收拾哪儿 再给她收拾收拾 收拾利索了 到时候她来了 带她在北京转一转 然后开车回家 然后开车回家 感谢观看